摩拉克风灾后台龙市灾情严重 民权里的老树青岛压毁了部分老屋 台风的威力也摧坏了许多老屋的污瓦 引起当地居民的重视 县政府也积极的关注老屋的未来 但我们发现重修后的老屋部分严重损坏 只能全部拆掉 但娃已经不是过去的黑娃 木材也不是原本的木材 站在古迹保存的角度 我们有许多担忧 触动我们走入社会 一同关注社区的未来 因为了解才能理解 我们很幸运遇见文史工作者佩琪老师 整个民权里的发展就是台东历史发展的缩影 我们从认识台东的历史开始 循着民权里的接获 以意探访 试图在一间间的防射中 拼凑出专属于民权里的故事 我们设计出几条路线 以日式老宿舍为主轴的老屋段 以民宅为主轴的移民文化 以中正路为主轴的台东历史的发展 当然世界购也是会有混搭路线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的练习导览和正式导览 我们的导览以分享故事的心情 向来宾解说民权里的老故事 有时还会遇到曾经住在民权里这里的人 像我们述说着他们以前的故事 而我们对民权里的故事 也会越来越多 对他们的故事也会越来越丰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ывает订阅